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直進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次直擊 繼續留言和打來以線3083399 第二次就會答問題 現在的行指跌幅擴大了 跌121點 到26773點 看看走勢圖 其實前幾下有升 今天跌了一些 沒有明顯的回落 稍微跌一點 其實如果看圖就知道 其實真的不是跌了什麼 沒有特別大跌倒 上個交易 還記得在期指結算的時候 下午 還是沒有什麼成交的情況下 升到 所以 又不是特別恐怖 只不過大家繼續關心 究竟市況 今天早上也挺大成交 真的正常 如果現在已經是800多億的話 大家下午肯定過2000億 因為今天是MSCI的指數換碼 所謂入不入魔 所以最後收市的競價時段 會有超澎湃的緩話情況 到時是否代表很大成交的升市 還是很大成交的跌市 要留意這些特別 one off的因素 在此 不過你看到 雖然指數不是跌得很多 都還是有很多股份 尤其是受美國制裁的因素困擾 現在已經在榜上 有隻中海油883 跌近一成 因為現在有消息 路透引述這個取得報告 以及消息人士說 特朗普計劃將中心和中海油 增加到 跟中國軍方關聯企業的黑名單 相關企業包括中國建築科技集團 以及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 暫時未知美國政府 何時會正式登列出的相關企業名單 國防部也未有回應 但是海油已經跌定先 如果在一個炒飯的行程中 他都穿了8.7毫半 第一個位置穿了 現在就去到8.54 其實都在測試8.54這個位置 我想如果你說真的中油貨 看完其實就看完這個位置 8.54會不會都是再穿了 這麼早未曾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看一看 難道油價有甚麼事 又不是 需要跌成這樣 今早未有跌到這樣 開頭我們開市時 4% 看到他這樣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個弱勢炒飯 但很多時候都不見怪 突然又跌回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再跌到這樣 我想亦都這麼大的沽壓 那就是因為這個制裁方面的消息 因為較早之前確實 無論是航運又上升 可能有少少覺得貿易會好一點 有需求會不會都帶動呢 油價就突破了42% 所以三種油都叫做上個星期 有一天半日是有半成這樣去上升 不過無緣無故油價不是跌 它跌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我建議大家審慎的 而且真的要看位的 看位不是說撈貨 而是真的要小心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始終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低開還要低走 你想想 那些人獲利或者止蝕的情況 其實都挺踴躍的 而且低位沒有人承接 就是千萬不要打算 那不如我去撈底 似乎又不確 那不是只有一個孤字 日中沒有買盤 一直流動到下海 所以我覺得一隻跌 另外再看2883 雖然沒有指名 但是你知道同一個集團 同一個系的時候 暫時2883 今天其實質地很領先其他同行 不過都沒辦法 跌11.5% 亦都是低開低走 大成交陰燭 似乎買貨的人也都很有限 嗯 暫時出了這樣的消息 你話說想買 就真的不要買 有些人可能會貪拚 你說如果2883 因為它升了那麼多 滾下來是沒有支持位可守的 你說要去到 那支讓足底 或者差不多 那些位置 這些 其實現在是未穿的 所以你有貨 很難搞 所以自己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過這些真是無妄之災 不能怎麼猜 同一時間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 其實如果這個油 其實是破壞 只不過現在海油和中海油田服務 是在跌美國的制裁因素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 那我可不可以 去買中石油和中石化 來繼續憧憬油價 我自己這樣說 可能都盡量去小心一點 一來 另外兩隻 今天都有跌幅 亦都是陰燭在 二來如果美國制裁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背景 其實在某程度 可能都會有些雷近 不是完全一樣 其實可能真的時辰未到 不是不報 所以都無謂去捐空捐 是硬撥些油 其實本身 尤其是說這個炒復蘇來說 油股都不是一個 很直撥的 沒有 我沒有看 開個參賽 就是說今天這麼大跌 反而另一隻 都說有機會都列入被制裁 就是981中心 他就沒有反應 因為被制裁已經是預期之內 現在是22.25元 都沒有動動 其實他就已經在這麽上下位置 都橫行已久 就是21.9元以上 所以如果是有隻中心 我覺得你平台位 21.9元在打底 我覺得就沒有 因為這個消息而震走了 如果你本身已經進入了 就看著21.9元做一個短線的指洩位 都是的 因為其實這隻反而是沒有特別大的 預期之內 他預期了很久 所以這就是他跌了下去 其實他也不是之後再怎樣炒過 其實他沉淨了很久 大家當你看到他那時候 叫做9月初的列口 你極其量可以說他炒過 就是他曾經嘗試過補完所有的列口 但你講真的 他又不是真的說升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暫時都是比較偏悶的 所以他反應其實不大 有課 你雖然不用因為這件事特別去怕 但其實也都見得出 他其實也都不像會突然間會升 反而今天可能反應上比較好一點 正面是否就是說 當中芯被人不斷地搞的時候 受益的就是華雄 今天曾經急升過 不過現在都縮了很多 是的 可能是一個借勢的炒作 不過因為你講股裏面的半導體股 其實都是得中芯和華雄 選擇是非常之少的 因為你美股有很多 甚至你講A股也還有其他的 當然 不過我看到一些消息 有些可能港股無上 都有個別的代工廠 有一個涉及美國制裁的危險 所以這個都是整個中芯的半導體板塊 都有一個憂慮 不過華雄反而可能因為只有兩隻 中芯就繼續被制裁 他就可能借勢炒一炒 好 還有之前他的一些業績 就是上季的純利跌了六成一 其實是一般的 不過就說他那個12吋的晶圓廠 就明年底可以有網樓規為盈 今天如果其實衝到這麼高 再回得這麼多的時候 都很明顯真的是一個短線的資金去炒一炒 如果你說未入其實他是破頂的 他是市頂來的 我看過了 他一四年代上市 這個37.9號本其實是突破了 不過如果你說現在入不入 如果他今天衝到這麼高 有回吐就未必想現在入住 不過我想你譬如看看 美視或明天都要看看 持續站穩這個突破 持續站穩37.9號本才去考慮 不過如果你說的前景上 你說的科技水平上 華湖就真的比較落後 就算不選中心 外圍你都經常提出 很多其他的選擇 不過又這樣說 途來說 如果你真的想入 你只要守住37.9號本 正路應該有得上 因為始終都是破歷史地 我覺得如果你站穩37.9號本 你用一個短測的角度 其實過往說中心也是 因為我就看好台積電腸線 但是你中心短炒起來 其實有時那個升幅就更加之厲害 是的 短線部署 儘管留意一下 叫做一個破歷史頂的股份 怎樣都要說說 雖然基本因素方面 未必是完全令人信服 好了 現在就埋近半日試的時候 似乎恆生指數的跌幅 仍然都沒有怎樣收窄 反而還在試著低落 現在跌至135點 你們繼續打電話過來 對 稍後再打 對 稍後再打 Youtube 及Facebook 繼續留言 我們先去廣告 稍後再回答問題 稍後再回答問題 對 稍後再打電話 13元 是的 它今天破了高位 可以看多少 很厲害 破高位的話 正路就起碼 我 尤其是是歷史頂 14月2號2 加多過4上去 起碼15、16元的商品 第一關齊頭都15元 即是不要買了 不會 難得破到頂 多少股份 破不了 很多人行李又有這樣的股份 破頂不需要 如果你說從這些位置 14月2號2 明顯出陰燭回頭 才說是去走 明顯大大力破頂 怎會走 是 它這隻刀 因為它今天是14月2號6 翻翻轉頭 14月2號 所以翻轉頭也有藝術在 翻轉頭 任何股份 因為不是升就跌 所以又不能說 某些位一翻轉頭 就立刻去判死刑 應該就是說 譬如很簡單 你當它是一個W型的位置 是的 這些14月2號2這些位置 盡量不要明確在那些位置翻轉頭 但是翻轉頭 不是翻一格 翻兩格就叫翻轉頭 而是譬如翻轉頭 穿上頸線 我舉個例子 所以今天震盪過後明確去突破上去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應該給多些信心 是的 你之前 譬如比亞迪那些 今天都沒有那麼當炒 兩下都跌 那這隻其實還在破頂 還可以繼續開著 因為現在都開始炒電動車 越炒就越發掘 就是那些人炒物零件 兩輪那些 反而這些就在炒 是的 我覺得先保持它 是的 沒錯 那我想問那一隻 173維亞均勻 是否因為我10元 我意思是你炒了多久 炒了很久 我很久以前推的時候你炒的嗎 我10元 你不是聽我說的 我不記得 因為我買了 因為我買了很多次 因為很難過錢 是的 我覺得其實這隻股份 跌浪展開了很久 很久以前 當然以前那些軍線是這樣的 現在的軍線是這樣的 那即是簡單說 去到差不多九月左右 那些橫行 某程度已經決定了 升浪是沒有了 反而九月打後就甚至展開跌浪 現在我最多只能夠猜它是甚麼 它大概6.8這些水平 就較早前是有些支持在這裏 6.8 但是現在7.2 你看它反彈也不是說甚麼很厲害的事 所以我覺得你盡量要守住某些位置 不能夠當沒事發生 一隻跌浪股份可以跌到很深 不要加就不要混 現在這些位置 其實我是你 但就開心的 再穿6.8我就真的不想 是啊 你現在看完這些位置 再穿6.8就走了 再穿6.8 是啊 我提提你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它是在大概4.5 紮紮的聲音上到6.8 所以我都怕如果6.8一失 都紮紮的聲音上到4.5 感覺很麻煩 它有一天跌過6.7.8 總之要收視計 總之要看一點 就算那一天收穿了又如何 說真的 這兩天 即是就算你那天走了又如何 這兩天彈也不是失了甚麼機會 所以我覺得若細債若細 不要看一兩天彈 就代表覺得它會跌底 它跌夠了 跌夠了嗎 不會跌夠的 正路跌浪是會持續進行的 除非真是展開升浪 包括軍線上面 排出黃金交叉之類的 是啊 現在還在這個勢 完全沒有改善 是啊 好啊 就這樣說 謝謝 再見 再見 好啊 接著我先看Facebook的問題 不如我剛才 剛剛在說亞迪的時候 比亞迪 其實我都要看看 就是他越來越貼近那條20天線 暫時守住了 是啊 你看到他整浪 由九月到現在為止 沒有失過那條20天線 所以都很希望 那條20天線 今天都供足他要守到 曾經失過的 現在條20天線183元 今天日落就是178元 現在是183.4元 日中失不要緊 如果全日失 你要警覺正視這個問題 你又聽電話 你好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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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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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譚先生 你好 我今天見到1336 破了那個位置 我高追了的34.6元 但現在我見到他 中國之後下來 是否要止蝕呢 因為我覺得他都升了很多日 因為我是短炒 二來我也有追求你 要鋪薄的 你說你又拿著 我想問 如果他現在 我有新話 是否要止蝕 甚麼位置轉去吐薄 那不如 阿Feevan 說新話 我講吐薄 那1336 其實今天沒有破位 因為其實你這裏上網前頂 就算你用收市計 你都要36.25元 其實今天就未破到位 而他接近阻力 這個位買就有時 可能很容易那些位 有些沽壓 但是如果你都已經買了 我覺得就不妨去拿著它 你看著33.4元 因為你前昨天 即上個星期五 是突破了33.4元 那我想你之後 如果一路收市 都站穩這個位 就可以拿著它 因為始終現在整個板塊 都在炒上的 就是今早早 有些炒得太澎湃的時候 就被人估下來 哇 今天那些 中資金融 半成 那有些很小的內銀 都照樣爆炒 所以有時 你早上看完 已經充高之後 有一點點回落 就可能一般未買 就未必想買 看看會不會回多一點 但是既然已經是買了 可以繼續去拿著 好 接著我就回答著韜伯 韜伯今天也不頑 雖然升幅不是特別嚴重 一個百分點左右 但是你看到它 反過來 我亦都說之前這些橫行 其實有很多重創 開支羊竹仔 我對它都完全有希望 較早之前這些位置 當然盡快修復 11.98 白了一些位置 修復了 就再破頂 那就先捱住 應該不用止蝕 亦都不需要急於止蝕 以今天如果收 我當半天收成這樣的話 是理想的 要預算它站在這裏 盡快想回來就帥氣了 不好意思 我剛才問Vivian 那支1336 因為我高追了 如果今天不穿 33.4才會止蝕 33.4不穿 就不用止蝕 你這裡穿了才會滑止蝕 短線來說 這個短線的位置 其實你大的支持位置 3元以下 那邊遠一點 你短炒的 你就看著33.4 就是昨天突破的阻力位 因為這個 麻煩 那今天如果他上網 說多少 上一些 我輸小地止蝕 你很想快點走 這麼急止蝕了什麼 我畢竟人家都是突破 其實突破 突小和突多都是突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之內 應該沒有止蝕的必要 除非你連33.4都 要升了不成 還要倒跌開陰 那真是 真是沒得好說 是 那麻煩你 我探討你們 麻煩你 謝謝 拜拜 拜拜 其他散戶朋友都是 開一幅圖出來 看看究竟升少了 是不是這麼拿命 其實升少了都沒問題 是啊 那它也是突破 可以繼續 也無需要強硬急於說 一回落就要找位置善 其實今天還未死 買的時候定好位置先 如果你最短我就真的看這個位置 是啊 三三或四 今天正路不會有今天的止洩位置 應該不會碎到這樣掛 今天應該不會住 是啊 後日不知道 明天不知道 好 接著就看看Youtube 不如175Tree 現在可不可以入 什麼位置入 雖然近期車股當炒了 但是175隔離炒完一陣 算是四連陰 我想現在這樣回落 就不需要入住 你參考前頂位21.6 你看看會不會可以 下到21.6 再站穩 適得彈 適得彈 好像這些樣的樣子 開個羊竹 叫適得彈 彈回來才進入 暫時就不要進入了 始終都是一個 在跌的狀態 應該這幾天都是 好 跟手呢 未有電話 我快 819 天能動力 有位朋友 指名 買得了嗎 買得了嗎 其實 醞釀當中 它有少少都是做鋰電池相關 其實是適合炒的 禁鋒還是很強的 這隻也是適合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的 其實我經常都說 古人不怕高追 最緊要設置指舍價 就可以了 如果這些位置 我認為 可以設置在大台16.2 你譬如較早之前 這些整個東西 頂部的支持位在16.2 現在浮上來的話 我覺得最快指都是16.2 其實就是說 你現在追上去 可以上網多一點 譬如都有十八十九元 好 這個我都可撲了 可以的 接著就有鄭小姐的電話 Hello 鄭小姐 你好 Hi Hello Evan 你好 你們好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 我今天呢 我選了幾隻股票 想你電話 兩隻 你自己幾隻縮成兩隻 是的 縮成兩隻 明天再問過第二隻 那好吧 是 那就 6.8.6.5 17.7.2 福奈特和 這兩隻 什麼位置入 什麼位置 看什麼位置 好 那不如我福奈特 好 其實老實說 我不覺得必要入 他最好炒的時間是十月初 接著一頂就不如一頂 現在收窄三角 他不死得了 有貨朋友可以保持的 但是你再這樣收窄 又攤不著火的時候 後市穿十九個九 我會走人 所以我對於這隻股份 是勸一些有貨的朋友 看著什麼時候走 多於沒有貨的朋友去買 那就是不入 不入 是啊 阿菲倫特審 禁風 禁風利業相對上 我覺得這個是可取一點 都是看好的 不過你看到其實他就 就是幾年陰 已經去到近十天線 其實十天線你可以說是一個 都和這裏上升軌 來到這個比較重要的參考支持位 但是今天高位稍微有少許沽壓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可取的 但是你譬如現在進入 那你一村進去就立即止蝕 你可以觀望一會 譬如68.4 就是最短的前進 應該說星期五那個開市位 我想你站穩了68.4 就是起動的時候就進入了 我想這樣也挺大機會的 所以68.4才進入嗎 你至於現在進入都可以 但是現在進入一村就要止蝕 你都要做好這個慎美準備 如果是這個位置進入 如果是這個位置進入 其實就 沒有了羊竹就可以了 是的都可以 但是現在很近了 60元 所以其實就是可入可不入 是的 我很喜歡等它起動的時候 你60元就止蝕位 雖然兩隻都是可入可不入 但是這隻比剛才好養 這隻很好養 剛才那隻是收窄三角形 基本上跌的 這隻還是下跌的 又上跌的 其實它還是一個上升軌的 不過我喜歡起動才進入 好嗎 就這樣吧 一會兒小姐 好了 多謝你電話 好 麻煩你 拜拜 好 接著我又回答一條 說到9618元 以前炒過的股 京東 這位朋友 他就說 347元有貨 貼定 其實沒什麼意思 你看到它一尾只有一個立字 一尾站在舊組之前 這些頂位334付近 不過就真的沒什麼特別動靜 持續 加就 加來做什麼呢 我都說科技股都不會再上 我感覺上 不會再破頂 不是不會再上 上一元那些不叫上 是我的16座 要真是破頂 走到行程的話 可能性是低的 所以保持續 其實你吃了它 我都覺得同意的 我更加早就吃了 沒有 沒得怎麼走 一尾門 你自己決定 是 好 那就 接著聽電話 陳小姐 好 Hello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Hello 問什麼 我想問914日 那次兩天打過給 我給你聽 阿威龍是可以買的 我想問你上次說的 因為我看過這幾天 都是有在50個 是呀 是呀 它是不是沒有動靜 還是現在正在收集中 還是怎樣 在收集中 還沒看到 沒有動靜 的確是 叫散戶 這麼多音樂 這個要開啟其他的數據出來看 那就 沒有見 不過 因為這一隻 其實我覺得 水泥股整體版法來說 中長線前景 所以相對比較 本身沒有那麼泡沫 沒有那麼差高 那你說相對那個 下跌的壓力 就沒有那麼大 你說如果你現在沒有貨 我就未必會現在買 其實今天想上過的 但高位有點沽壓 因為都有點蟹貨 我想你之後 站得穩51才考慮 短期來說 暫時就未必 就是 聽你講 51元 買入 買了嗎 買了你就拿著它 其實如果 是否1,50元就要走 50元就一個最短線的位置 其實10月底 就去到47.75元 其實上一次就去到這個位置反彈 47.75元不穿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在這個網上 算不算是沒有升過 因為南邊分量23 這班差不多都升過 7至8月 是它自然沒有升過 3323其實都走勢有點像 只不過3323 整個區間波幅大一點 因為它前去到7月 就炒水泥重組 之後炒到很高 再不停跌了一大輪 所以它之前跌得多 所以現在反彈上 那個幅度好像會多一點 但是其實走勢也挺相近的 其實近期11月底 都說一些水泥價格是上漲 不過現在我想 如果你已經有貨 你就等它去炒起這個版塊 暫時的確是不太有動力住的 OK 剛才有沒有說過1,10元 1,10元 剛才有沒有說過 沒有 1,10元有沒有說 我沒有貨 沒有貨 我看到今天低位回升 它是不是開始升浪 還是都是在那裡 它今天又破頂了 之前26.6元 現在26.8元 你想買的話 我覺得都買 試一下買 我覺得可以 特別如果你說短炒動力來說 其實它就比較有動力一點 比起剛才914的話 所以其實它如果站 因為你說26.6元要站穩才可以 26.6元站穩就破頂了 好力一點 今天跌過了25.3元 反彈回來 總之收時計 收時計 是的 即是 你說River 譬如現在半日收這些就行了 是的 我覺得你美市在這個位置 美市站穩26.6元以上就可以買 到時你如果短炒的 就用26元做指示維修時計 短線一點的話 因為現在26元以上都在捉平台 比較橫行之後 現在向上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向上的 27.2元是不是阻力位 還是不是 只有30元 當然第一站是 即是衝那些位 曾經回落過 即是跌阻力位 是的 28.4元 28.4元 歷史高位 28.4元第一站 之後再衝30元 但是如果站穩26.6元 就是下一個 就不是27.2元阻力 28.4元 27.2元是前幾天的高位 是嗎 都可以參考一下 放了28.4元 28.4元 是的 其實它是很迫近歷史高位 其實還是很強勢 即是你見到業績之後 都是跌了一點點 反而買這隻好 是的 反而買這隻好 如果你說短線動力來說是 好的 就這樣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 好 接著就有位朋友問兩隻來衰 一隻蒙牛魚 他說兩隻都回調了 哪隻好一點 2319 看看 今天 一尾門 一尾橫行 沒甚麼特別大動靜 2331 李寧 其實兩隻 這樣說 那隻 叫做2319 橫行了比較平 比較久 你見到 後市如果有方向的話 都挺過癮的 2331 就連續一下一下一下 這樣下來 兩隻其實都 我覺得差不多好 兩隻差不多好 不過如果市場炒作的話 我好像覺得 李寧會好炒一些 但是 兩隻都是悶了下來 我想有些陽足才會再做 是啊 好 接著又聽電話 好 是有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 Hello 陳小姐 你好 是呀 早晨 早晨 譚先生 早晨 V姐 我想請教 我進了839 宗教 是的 是宗教 十六共三高了 然後會不會有望 再回上去 就是因為今天高位買了 不是呀 十六個三 不是呀 之前 你等了很久 有希望了 現在 這麼久都能等到 真的 是啊 有希望了 都看到業績 不斷都OK的 就是 看看那些位置 就看看可不可以先衝 甚至看到這個月 8月10日 十六個八 先看這裏 三時 是的 譚先生 都想了解 那個二四一 是的 我之前走了 我見你說 中仲說可以最上 我又入了 21.2 今天 見他在高位 徘徊 23 但是他好像沒有什麼力上 沒有 沒有這件事 半天 你判他死影 沒有什麼力上 沒有什麼力上 他就不會23 他又會下回21 那兩天是24 不用問 好啊 可能有時候 那兩位 那兩位 可能會比較多 沽盤 但是如果沒有力 就下了 有力才會上來 當然不用先走 當然不用 兩大支羊竹 我起碼弄一支大音 touch wood 沒有音竹 我就不走 是呀 之前說 說好 然後見你說 還有力上 我快點進去 是呀 我都是快點加回 我叫WhatsApp的朋友 是呀 我有跟開你的東西 那也好 好啊 多謝 不得禮 好 拜拜 好啊 電話回答了 你有沒有什麼想急答 有啊 這個3868 因為都看好的 那麼 風式日圓就說 4.38買第一站目標看多少 即今天又起讀了 稍微回一回之後 那麼 4.57其實是現在第一度阻力來的 即是前幾天的陰燭位 暫時其實就未上到去住 但是就 我想都是等下坐下 如果突破到4.57 那才上網就是4.93 那麼現在這個情況 就可以拿著它先 有貨的話 好了 那就是這樣 節目到這裡為止 那麼 下週3點45分 記住 星期一 又有日興資產官 請問Joe跟我們說ETF 3點45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